大家好,我是小宇 最近看群里的小伙伴都在讨论铜价上涨的话题 所以本次视频我们讲一讲铜价上涨的原因 由此引出紫金矿业和江西铜业展示好的逻辑 这里看好紫金矿业的弹幕扣1 看好江西铜业的弹幕扣2 再顺手给个三连支持哟 第一部分,铜价上涨 将从供给需求和金融属性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供给需求角度 先说结论,需求远大于供给 后续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产量逐步走高 国内需求会更加旺盛 供给端方面,智利拥有全球23%的铜资源 壁鲁拥有全球10%的铜资源 受到疫情影响,再加上智利、壁鲁等地罢工 2020年全球铜产能下滑1.5% 所以从供给端来看 全球的铜产能下降,供给减少 从需求端方面 我们一看这张图就明白了 这直冲冲的要上天的橙色曲线 就是中国铜消费量占全球比例 于2019年达到了全球消费量的53.6% 就是说全球一半以上的铜都被中国人民消费了 中国对铜需求量巨大 电力网络、家用电器、建筑行业及交通运输 是我国铜的主要消费领域 其中交通运输的铜用量在9%左右 由于最近新能源汽车很热 我们单独把新能源汽车拿出来谈一谈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池和随处可见的充电桩 都需要大量用铜 例如新能源汽车的用铜量 就是内燃机汽车用铜量的6倍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加 带动中国用铜需求不断增长 再加上主要产铜大锅供给减少 共铜导致了供给小于需求 进而激发铜价上涨 二、铜的金融属性 先说结论 铜价和美元指数负相关 和通货膨胀正相关 理论解释一下就是 美元贬值 以美元计价的铜则显得相对便宜 其他国家就会乐于去购买更多的铜 买得多了 需求增加 价格也随之增长 通货膨胀 钱不值钱了 所以要花更多的钱买铜 铜价也跟着上涨 简单粗暴的来讲 美元涨 铜价跌 美元跌 铜价涨 通胀越大 铜价越高 铜价越少 铜价越低 后续的全球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都很明确了 美联储持续使用一揽子货币政策 释放流动性 美元继续贬值 通胀越发明显 铜价将继续上涨 第二部分 紫金矿业 江西铜业的铜业物 储量上 2019年紫金矿业铜产量为37万吨 居国内首位 江西铜业位列第三位 所以很明确了 紫金矿业的优势 在于铜储能最大 并且逐步站上了全球舞台 目前全球储能第四 资源型企业 最重要的就是资源 紫金矿业铜储能多 就是它的优势 江西铜业的优势在于具备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同步生产企业 在上游的资源开采 中游的野链 下游的加工 都有布局 最后要提醒一下 资源类企业 都有很强的周期性 我们看紫金矿业和江西铜业的 规模净利润增速就能发现 基本上就是过山车 一年好一年坏 所以提醒大家要抓住上涨周期 盯住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关注美元指数 及通货膨胀 一定要规避风险 祝大家开开心心赚钱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如果能关注我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